白人素素是与叶华所生,而白显真身是九尾白狐,叶华真身则是一条黑龙。 那么,有网友可能会好奇,阿黎的真身究竟是什么呢? 其实,阿黎还有一个大名,那就是白晨。 这是原著作者唐七公子,在《三生三世十》里桃花画册里标注的名字,可以说是很官方了,就连百度上阿黎的名字都是白晨。 那么,阿黎的大名和他的真身又有什么关系呢? 陈字在字典里有很多意思,而第一条就是,地支的地,五位,属龙。 所以由此推测,阿黎的真身很可能是一条白龙,而他名字里的白有可能是白色的意思,也有可能是随了母性。 如果阿黎真的是一条白龙,这样就很合理了。 他在形态上与叶华的真身保持一致,在颜色上又与白浅保持一致,完全是父母的特征各自遗传一半。 当然啦,这只是小编个人看法。 如果有不同意见,欢迎留言交流哦。 感谢观看